那些污漆浮起了 是不是清楚 這個污漆 其實我看不到會沒有鏡 咦 已經沒有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還認不認得我 我現在變了一隻動物 其實在廁所網上 在測試卸妝gel 其實我平時都不化妝 但我通常用來卸妝用品 用來卸妝膏 還有一些有色的潤唇膏 但卸妝油其實是最乾淨的 我測試過這麼多樣子 一下子好像去污很強 但卸妝油對我的皮膚 真的會堵塞我的毛孔 所以我平時卸妝 會用一些洗面奶 我用的 Urobeauty 用了美容院送給我的 卸妝奶有一個好處 它不會滋潤皮膚 和可以卸妝 但它不夠乾淨 通常要做兩次 即是兩回合 現在我發現到 有一支 日本製的 鋼細胞的卸妝gel 但我用了一次 現在沒有一半支 我用了一次之後 覺得很神奇 那我就去測試一下 因為我平時沒有化妝 所以我試不到卸妝 是不是很乾淨 那我今天就等待 自己的臉花了 一邊用卸妝奶 即是Cleasing Milk 另一邊會用這支 在日本美容院叫做Grid 忘了叫做美容院 是美容院用的牌子 這是日本製的 鋼細胞 它有電解水 它是分子特別小 所以可以深入我們毛孔 令到我們的污垢清除之餘 是不堵塞毛孔 還要是洗完之後 是不需要再洗多一次洗面膏 這個它用法都會有些不同 我現在示範一下 我兩邊臉 鼻膏不弄了 然後鼻膏留下 我女兒說要 擠一個好像5毛錢 5毛錢的份量 這個Cream的質地 其實很稀 總之很稀 它用後會塗在我的臉上 但不用擦 塗在臉上 鋪在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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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半分鐘 它的污垢會浮臉 然後就可以打輕沖走 然後就完成了 整個晚上的卸妝家洗臉的程序 我另一面 我就會乾手乾臉 所以我又要先乾手 然後我用卸妝奶 我平時用的卸妝奶 就是這樣鋪在臉上 它用法不是鋪在臉上 所以它是放在臉上 之後就可以擦到臉上 擦到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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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卸妝Gel 卸妝Gel 卸妝Gel是二合一的 它拿了幾年獎 它用鋪細胞 鋪細胞 鋪細胞是什麼意思呢 鋪細胞 經常聽見 鋪細胞 好像我們腦肝一樣 我們腦裡面都會有 一些腦細胞 但腦細胞裡面最主要的 主幹的細胞 就是鋪細胞 它就用了鋪細胞 用來提面 加了一些電解水 令整個卸妝Gel 不刺激皮膚 不堵塞毛孔之餘 還可以一次過卸妝 再加洗臉 我先洗臉 因為我那邊還在 差不多時間 洗臉 洗臉奶也是這樣 洗臉奶已經完成了 洗臉奶也很乾淨 洗臉奶也去世了 洗臉奶也洗完 洗完也洗完 下面就是洗臉油 洗臉奶浮起了 是不是清潔 我看不到沒有鏡 因為已經沒有了 然後再... 真的很乾淨 全都脫掉了 不如沾上鼻子 鼻子不給我眼淚 沖走它 腳很容易沖走的水 覺得很油很順滑 沖它有不同的天星油 這樣就會堵塞毛孔 最重要的是 裝上的東西是乾淨和... 乾淨和... 不要堵塞毛孔 我現在拿毛巾抹一抹 鼻子不可以抹 好了 其實兩邊基本上都射光 不過有少少狠的 Clean Scent Oil那邊都有少少狠的 看到嗎? 這有狠的 這面就用Dirirada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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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寫妝 去洗妝 洗妝後 其實這個乾淨是基本 寫妝 對嗎? 但第二天 第二天 皮膚是軟好軟熟 所以我覺得很神奇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没有深入研究 用了洗面后 第二天起床的皮肤 是很软的 很软的 不能说像敷完水分面膜 但觉得很软的 很软的棉花糖 所以这支日本的卸妆gel 最近是我的推介 不是很便宜 但值得拥有 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新的东西 记得追踪我们 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小鐘